美国东洛杉矶慈少团今年即将有10位毕业生 慈济志工和学弟妹们特地在慈济美国总会员区 以一场有笑有泪的毕业典礼为他们祝福 让慈济志工很开心的是 许多的家长就是因为孩子参与了这个团体 进一步认识慈济加入志工行列 胸前憋着花朵的东洛杉矶慈少要毕业了 在慈济美国总会员区举办的毕业典礼很特别 因为10位毕业生他们所感谢的人当中 称呼的是爸爸妈妈师姑师伯 在慈济团体里学到的可能是书本里没有的 因为以前他们都觉得浪费时间 每个weekend都不知道做什么 现在他们都有一个目的 因为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除了学佛以外 都可以学到怎么玩饱还有做义工 因为他觉得做义工都觉得很快乐 穿上灰色志工服的家长在现场不止一位 他们不但为孩子选择了社团 也为自己选择了志工之路 你们的爱我们体会得到 我们很高兴把孩子送到这个大家庭来 学习词迹人文 千言万语感恩在感恩 慈哨团成员彼此祝福 典礼过程有笑有泪 即将毕业是肯定的 这十位慈哨也立愿 下一阶段要参加的是慈亲 大爱新闻真伤美之工林孟茹 杜宾美国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